反對教育商品化 學費該降不該漲 學生呼喊反漲學費口號 由於教育部公布105學年度 學雜費調整審議結果 申請調漲的14所大學 最後通過國立濟南大學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將調漲2.5%學雜費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多名學生不滿 30號第四度來到教育部前抗議 像是福人大學開了6場 淡江大學生只有6場 但是我們計價只有一場 然後如果同學因為沒有辦法到場的話 那他就失去這次機會 他就沒有表達他意見的機會了 再來公聽會當中 我們其實提到 就是針對學校許多經費 我們提出了一個使用上的疑問 但是他們卻沒有給我們一個正面的打 通常都是以打太極的方法來模糊過去 南教育商品化聯盟高喊 擴大教育經費課增資本利得 大學不是開學店 學生不當ATM等口號 並提出四點訴求 第一個訴求是退回濟南大學 台北護理大學的漲學費的調檔結果 一鎖都不准漲 我們要求教育部的審議會議 儘快的公佈與會名單以及會議紀錄 我們要求的是公共參與 不是這種事後告知敷衍的態度 教育部則出面回應表示 審議過程一切按照行政程序進行 公共的參與有更多的一個聲音 多元聲音我們也聽到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學雜費 學雜費收取辦法 我們也現在已經開始啟動修正的一個程序 也會去管那各界的一個意見 那現在我們是依法依程序來走 這次教育部雖然依照承諾公佈會議記錄 但只公佈條列式審議結果 也令學生不滿 對於公共參與 委員名單是否要公開 教育部將進行檢討 預計年底完成辦法修訂 教育部在錄錄台部市採訪不到